YO! 哇,终于可以跟你合作了 没错,这一次我们合作就是代表说 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 因为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嘉宾 他们就是IDOL 他们这么多媒体会有点害羞 害羞是不是?没关系,隔着荧幕的 你可以尽情的害羞 我看到他们进来了,我们马上请他们出来 好的 你好,IDOL 首先,先请IDOL跟所有马来西亚的粉丝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苏华 是这个队的人 大家好,我是Mini 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是 Suji 我是 我是 Miyang 大家好,我是 Miyang 大家好,我是Soya 大家好,我是Ici 好,恭喜星哥 Omiyang 在YouTube 其实很快就达到了79M的这个点阅率 然后相信很快也可以成为你们的YouTube频道第一支最高点阅率的影片啦 然后想问一下各位呢,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 其实,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次的新歌的MV 然后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能得到这么多的喜爱 我觉得这次MV我们可能尝试一种新的就是比起去跳一些刀琴舞或者是一些个人部分来说 我们把它整个MV拍成了一个比较有故事性的一个新的概念的一个MV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在看这次MV的时候会觉得很新奇 会觉得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场面它会有不同的意义 我觉得这次MV这个采取就是跟我们以往的MV有点不一样 会不会大家是因为这个然后更加会喜欢我们这次MV 而且我觉得这次MV的概念包括旋景啊,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照明都跟这首歌很合适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这次MV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MV 好,那我也想问问呢,写Oh My God这首歌的时候的灵感是什么? 这首歌叫做MV,我认为今我们的名字是在这个名字上 我们的首歌曲和所有的歌曲提到所有的歌曲提到我们的所有歌曲的歌曲 我们只是当我们的吾到的一些影响 我想我们的歌曲提到我们的歌曲提到我们的歌曲提到 我们的歌曲提到我们的歌曲提到我们的歌曲提到 所以Soyeon,她知道我们的部分最好適合这部分 是最好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她是我们的 inspirations 好 明白 那其实MV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跟舞蹈版的风格是截然不一样的 有这个暗黑的帅气版 然后还有这个天使的可爱版的 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我们的演舞影片也有 我们的演舞影片也有 所以我们也觉得我们的演舞影片也有更不同 好嘞 那说一说歌曲Lion Lion代表着Cold 但美丽和力严重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多关于这首歌的讯息呢? 我觉得这首歌曲的评讯是 我们无法寄在任何批判或批判 我们有与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们开始表达鸭 是个人的王 所以我们说的是鸭和王 新专辑其实就延续了 爱什么什么 这一次就是爱 trust 主要就是想要传达 相信自己的一些 positives的message 想问问一下所有的idols 在面对不自信的时候 是如何去克服自己的 这一个障碍或者是鼓劲呢 其实像我们队 其实从出道到现在一直来直 我们一直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信仰 我们队的一个信念 就是一定要做我们自己喜欢的音乐 所以可能不管做什么 包括每次我们的回归 包括包括我们所有每个行程 我觉得我们至少 六个人是团队在一起 就是一直都是有一个信 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 只要是我们喜欢的 就不会太在意那些结果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一直都在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不会很少会有不自信 就是会做什么事情 都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信心去做 因为我们也相信只有这样 才会把一个事情做好 所以我们如果就算遇到一些瓶颈啊 或者是一些困难问题的时候 我们六个人也会互相去帮助啊 互相给对方的陪伴 然后互相解决帮助 所以到没有很不自信的时候吧 到现在我们一直 我觉得我们爱情还是非常团结 非常自信的走到现在了 好 那在爱豆里面呢 谁最喜欢疯狂的工作 是一位workaholic person 一生吗 一生吗 唱歌呢 멤버들이 많이 他会召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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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唤你 队长 应该是 对 我们队的狮子应该是召唤 像狮子它是会很有leadership 就是会有很理想的领导性 然后包括它的能力也很强 就感觉真的是在我们队中也是王 我觉得在所有 在我们心目中 现在所有爱豆里面 它也是就是非常有领导性 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形象 对 好嘞 那我也想问问爱豆们呢 如果能与一位艺人 或者是一个团体合作的话 你们会选谁呢 啊 yeah he she prefer peyonce oh yeah and i i and i prefer 25 i really want to have a cooperation with them hope it happens thank you 好最后呢 就想要请爱豆呢 对所有neverland呢 想说的话 就是马来西亚的neverland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话呢 呃 首先真的非常感谢从我们提示马哈又出道两周年了 然后真的很感谢从出道到现在一直陪伴我 陪伴我们 然后给予我们爱的neverland 全世界neverland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有 因为有你们的存在 我们才能达到今天的成就 然后我希望我们跟neverland真的像家人一样可以互相陪伴 可以走很久很长远 所以因为你们的喜爱我们也会更加努力 然后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可以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然后我们爱豆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舞台给你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起在一起一辈子哦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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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怎么样今天访问他们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人虽然是隔着荧幕 可是可以feel到他们的气场还有那个魅力 对他们很热情真的很热情 真的有问一答 Neverland 你们可以开始留言 然后有什么话想要送给他们的 然后我们也希望呢 可以赶快等疫情过后呢 在马来西亚可以看到我们的IDOL Alright 来啦 希望下次能看到他们啦 好啦 记得like share 还有comment这个影片咯 还有subscribe我们各自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下次见 拜拜 Bye